做這樣的決定 那我相信 如果接下來我們在程序面上面有很多事情 包括立法、推動、合費的工作 如果沒有辦法做成的話 我們接下來相同的難題 會不斷不斷的發生 那陳董事長我知道你本來有些話想說 不過我們先讓官員回報 我們等一下還有時間再開放發言 這樣好不好 沒有 這個甚至不講 沒有關係 我想說等一下我們還有機會再發言 你先讓我 因為包括您剛剛所提出來的問題 那剛剛第二輪 很多NGO朋友 這邊所提出來的問題跟意見 那我不曉得今天一起與會 台電或者是 餘人會的長官 是不是有什麼要回應 或者是進一步提出說明 我們修復就乾脆的部分 好 請修復 請修復 我們乾脆儲存方面 他也提出了一些疑慮 他不只提出疑慮 也提出一些建議的警覺方案 在這邊也非常感謝 那有關於乾脆儲存方面 那我也 陳董事長 在這邊也做了非常用心 做了一些模型 那我也借用這個模型 可以跟各位在座椅裡面補充說明 那用過核燃料 就是像筷子一樣 一束一束的就把它放在這個密封鋼筒 這個密封鋼筒 大概是差不多 有1.2 有半應局跟1.67公分的那個不鏽鋼304L的一個材質 那用過核燃料就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就把它密封起來 密封呢 裡面灌的是氦氣 以防止用過核燃料在裡面的一個氧化 那蓋完灌完氦氣之後呢 就把它放到這個火泥土護箱 那這個火泥土護箱 那這樣子的設計就是在美國 我們買的這個產品 就是美國核管會有申請通過的 有執照的 然後在美國也有電廠使用的經驗 那放進去之後 我們台電另外 這個這樣子就是一般國際上使用的 那我們台電另外還有在設計一個 30公分的這個火泥土外加屏蔽 那在這個放進來之後 然後再把這兩個再放進去這邊 這樣呢 達到廠界劑量 法規的廠界劑量是0.25毫希佛每年的有效劑量 但是呢 這是法規 那我們經過了這樣的 額外的一個外加評P的設計之後 那我們的設計值是0.05 所以只有法規的2分之1 那 再 再講 另外再說到這個 室內或室外的部分 我想 如果把這個鋼筒放到面